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比林蕙君 歡迎回到阿比妹妹說 這回要跟大家說什麼呢 大甲媽祖繞盡信眾相隨 但你相信嗎 就連非洲人也瘋媽祖 來自南非的黑人朋友 穿上傳統服飾 扛著轎子以獨特非洲鼓表演 炒熱氣氛 原來這是南非開普敦的 芬林媽祖廟 特地前來共襄盛舉 有一次那黑人很理直氣壯的 就在那邊拜啊 欸 你們台灣人怎麼 把我們的神群走 在你們在拜 你知道嗎 那個是我們的神 喔 奇怪啊 怎麼會是你們的神 然後你看喔 那個是黑臉的 那個是我們的聖母瑪利亞 明列世界三大宗教盛世的 台中大甲正南宮媽祖 九天八夜的徒步遶境靜香行程 正如火如荼的展開著 每年總能吸引很多信徒前去朝聖 在台灣民間信仰裡 媽祖庇佑海上黎明 光是台灣這片土地上呢 就有超過五百多間媽祖廟 但你能想像嗎 遠在一萬公里外的南非開普敦 當地的黑人呢 就跟華人一起瘋媽祖 你沒看錯信奉基督教的南非黑人 竟拿著台灣媽祖廟的旗幟 在繞境 到底怎麼回事 我跟這些我們台橋的老闆講說 跟這個非洲的黑人講說 我們媽祖的臉是黑人 跟他皮膚是一樣的 剛開始很好奇 真的來神教旁邊看 真的是臉跟我們的皮膚是一樣的 非洲人也拿香拜媽祖 這實在也太驚奇了吧 原來南非開普敦的媽祖廟 供奉的其實就是 雲林北港朝天宮的黑面媽祖 民國九十年的時候 由台商分離出去 開普敦是從來沒有設媽祖廟 那而且我們這幢媽祖 遺到開普敦也是唯一的一幢媽祖 因為我們有遠洋遺傳 大概差不多有將近一百艘 在那邊做遠洋的作業 所以他們希望有個信仰中心 在開普敦讓他們心理寄託 而且能夠順利在他們海上作業 要讓當地船員們有心靈依靠 黑面媽祖繞大半個地球 到南非的開普敦 沒想到反讓在地人親切的不得了 有一次那黑人很理直氣壯的就在那邊拜啊 你們台灣人怎麼把我們的神請走 在你們在拜 你知道嗎 那個是我們的神 奇怪啊 怎麼會是你們的神 然後你看喔 那個是黑臉的 那個是我們的聖母瑪利亞 是他們的聖母 那我們在那邊也是叫聖母嘛 我們講說天上的聖母嘛 英文講的話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對啊 是我們的聖母啊 我們的聖母瑪利亞 是表錯情還是會錯意 即使語言不通也沒關係 我看他有時候心情不好啊 跑來跪在那個媽祖廟門口啊 那個那個工作前啊 在那邊就這樣磕頭啊 握著拳抱著拳啊就這樣 嘴巴高高高不知道在講什麼 但南非人不改媽祖的崇拜 我們就有時候都比較熟的黑人 員工 職工啊這些 我們都會說 我們什麼時候有聖士 要出去 他都志願來參加我們的遊行啊 然後直視牌啊什麼的 他們都真的拿 還有真的學打那個螺 非洲黑人對媽祖多熱情呢 他們乘穿著傳統服飾呢 參與台灣的廟會 他如果說對這個 這一次的聖會或者是什麼 他表達他最熱誠的心的時候 他們讓他跳一種叫做抬腳舞 跳跳跳然後腳就踢往上踢 民國102年的時候 北港朝天宮舉辦全世界媽祖廟回娘家 當時一共有4600尊媽祖參與 當中就有10名非洲人呢 跟著南非開補墩的媽祖廟一起抵達台灣 站在黃皮膚的人群裡特別搶眼 我們有跟他解釋說 你來參與抬腳的話 媽祖會保佑你平安 他們就很高興了 鄉真的要抬 台灣的媽祖竟靠著黑臉 意外的和非洲打通外交關係 不過他們可不是黑的都買帳 那有一次我再提到一個 另外他們有一次回來進鄉 我帶他們出去玩 那在餐廳吃飯有一道菜 燉一隻雞 結果那隻雞都沒有吃啦 我說我請他們 這個南非開補墩的 曹廷公的董事長的兒子 幫我翻譯一下 結果他一直嚇啦 我說什麼事情你一直在嚇說 他在非洲從來沒有看過 那雞是皮膚是黑色的黑骨雞啦 所以他不敢吃啦 看來要跟黑人打好關係 黑色食物可得小心別端上桌 其實非洲黑人對信仰不會排斥 同時信仰耶穌也祭拜媽祖 不過同樣來自南非的黃路易莎 卻不信耶穌 是位狂熱的媽祖信徒 這天我們來到黃路易莎的家 他正在幫孫子收金 我要幫你搶我 要不是皮膚顏色不同 光聽聲音的話 還以為是道地的台灣人 吵著一口流利台語 黃路易莎叫到台灣 已經四十多年了 但為什麼他會變成 媽祖的虔誠信徒呢 一切要從十二年前 這件事說起 他好像有東西 他在模擬 他好像 他這樣 我說你是怎樣 你告訴我 我去妹妹你房間 我說妹妹你去我 叫貨車 看看你們爸爸是怎樣 我要去樓來 我跟你們阿嬤說 路易莎 趕緊將丈夫送醫急救 沒想到最後還是回天罰術 丈夫過世後 他跟四個孩子相依為命 回去南臺我說 我現在帶台灣回來 哪有人敢說 你拜媽祖 他跟我說什麼 他說 你喔 阿嬤祖有恩運 你有恩運 我說我哪哭人有恩運 我哪有恩運 我說我的阿嬤的人哪有恩運 他叫我你回來台灣 你拜媽祖 路易莎十多年來 常跑住家附近的媽祖廟祭拜 有一回兒子騎機車出車禍 竟止受到輕傷 從此黃路易莎更信奉媽祖 只要廟方有活動 他就一定會來幫忙 也因此結交了好朋友 年輕久來就把我變好朋友 我們是變玉莎不定 現在我們北港媽祖的外交 外交做的比比 我們外交部的幫交補還要多 其實可以牽到北港來 外交部可以牽到北港來 打破言語的隔閡 黑麵媽祖成了台灣的另類外交 而媽祖持鄉和藍的形象 升職人心 每次繞境的時候總能吸引很多人參與 當中也有不少感人的故事 我們一邊走的時候就開玩笑說 我們就說說不定今年走一走 七千館就拿掉了 結果後來隔下一個月去看那個休想科 醫生說七千館拿掉了 幾年我的狀況有慢慢變好 是我順便以來的一個心中 心裡的一個心靈資助的這樣子 陳小姐說四年前媽媽生病 腦出血非常不樂觀 但繞境不間斷 走著走著媽媽的病也慢慢好轉了 還有這位全身包緊緊的女信徒 為了住院的父親繞境祈福 卻突然接到姐姐的電話 就很神奇 我走到一半了 我不想走了 我想回家了 然後就聽到那個 姐姐打電話來說 爸爸從江戶病房轉到普通病房 所以我就全部都走完了 走完之後等我父親好了 她醒來的第一句話是說 媽祖婆救了她 所以從此之後我就會來走 我今年第六年了 直呼是媽祖庇佑 爸爸病情好轉 這位女信徒下定決心 年年跟隨 儘管走到兩腳都起水泡了 人不放棄 男生媽祖庇佑 媽祖庇佑 爸爸 祈祖庇佑 她救不救爛 就是她有慈悲為懷的心 沒有任何事情 都可以祈求媽祖 而有關媽祖的傳說 最為津津樂道的是這一段 美軍風炸台灣的時候 媽祖在天上顯靈 她用100或全100 把那個炸彈接住 給撥到旁邊去 所以炸彈沒爆 這是第一種說法 就是屏東那邊還有一個說法 她是講說 炸彈掉下來的時候的話 炸彈不但沒有爆 後來這個信徒去廟裡面 看媽祖的時候 發現媽祖的手指頭受傷了 那後來信徒寶貝問媽祖說 你手指頭怎麼會裂開來 媽祖講說 因為我剛剛手接炸彈 所以手指頭被炸傷了 有人說宗教信仰 能安撫人們的情緒 數百年來 媽祖就像大家的母親一樣 慈悲為懷庇佑著大眾 也生存人們的心中 你有什麼特別的故事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阿比討論喔 也別忘了訂閱台灣大搜索頻道 並且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比 林慧君 我們下回見 打開啟小鈴鐺 animated seis ya 朋友多看 echoes